大家经常都见到一些药房 卖很多的鱼油丸 鱼油丸是否有益呢? 医生会不会建议你用呢? 今天就讲讲这件事 鱼油丸主要的成分是Omega-3鱼油 里面又不只是一种东西 里面其实有很多种 关乎到心血管健康的话 主要有三种 一种叫ALA 一种叫EPA 最后一种大家都一定听过 叫DHA 话话鱼油丸 其实也不是全部都是 只是在鱼里有的 有些在植物里面 比如一些豆 绿色蔬菜 都会有其中一些成分 比如ALA 通常是植物的来源 鱼油丸Omega-3 究竟怎样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呢? 主要是帮助我们移走血液里面的其中一种脂肪 不是胆固醇 叫做三酸金油脂 叫做Tri-Gesar 之前那几集说过胆固醇药 胆固醇 我们血液里面的血脂 血脂就是血里面脂肪的东西 它有点像 蜡质的东西 除了胆固醇之外 另外就是三酸金油脂肪 这些脂肪在血液里面 就不怎么溶解到 你不能溶解在血液里面 很难将它混来混去给身体处理 所以身体将它打包成一些容易运送 溶在水的方式 这个方式将它打包成一些叫做 脂蛋白 Nipoprotein 一听到这些名字 你就会说什么? 脂蛋白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等于叉鸡饭 叉烧油鸡饭 脂蛋白就是脂肪加蛋白 这样的意思 即是它里面脂肪 胆固醇 和三酸金油脂 它就和蛋白质 黏在一起 脂肪蛋白 这样就脂蛋白 它做成一件东西 就会变成容易运送 它又不只是一种 这种运送方式 就是血液里面脂肪 就等于坐车由A点 到B点 你坐巴士也可以 坐的士也可以 所以其实有很多种的脂肪蛋白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最常见大家一定听过 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我们英文叫LDL-C LDL就是低密度脂肪蛋白 C就是胆固醇 也有高密度HDL这种脂肪蛋白 也有VLDL 就是超低密度的脂肪蛋白 下面最大粒的 就叫乳微粒 也是一种脂肪蛋白 这种就大粒一些 这种多种的脂肪蛋白 里面也有不同比例的三酸金油脂 和胆固醇 在这里 那究竟这个鱼油 Omega-3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鱼油的作用 主要是将三酸金油脂 弄走或者降低 机制是什么呢 通常就是 促进一些 在我们血管上面的酵素 这些酵素就会帮我们 将刚才那些一粒粒的脂肪蛋白 里面的三酸金油脂 弄走它 每个人都知道胆固醇太多的话 如果不幸迹聚在血管里面 就会形成那些 即是绿绿血管窄了 我们叫做 触氧硬化 Aphroskerosis 都说了很多次 但是胆固醇有用 作用三酸金油脂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三酸金油脂又不是的 所以很多年大家都 不太知道三酸金油脂 是不是真的会增加了心脏病的机会 因为他看上去 他又不是说 好像胆固醇那样都积聚了 在血管里面 令到血管收窄 但是现在可以这样说 三酸金油脂不是直接 黏在血管内壁 令到血管收窄 但是它有些促进这个过程 促进血管收窄 所以如果你胆固醇高了 三酸金油脂高了 患上心脏病 心血管病 中风的机会 始终都是高了 换句话说 我们吃Omega3鱼油 作用就是减低三酸金油脂 从而减低患上心血管病的机会 说到这么好 下一步你当然想买哪一只好 去哪里买好了 不用太紧张去买 注意住 一般来说 如果说普通人来说 普通人 不是说 例如有些很少见 有些人家族性 三酸金油脂很高 很少见的 如果普通人来说 我想增进心脏健康 我就快点去买鱼油丸 一般医生 多数都不会这样建议的 原理就是 你出去买鱼油丸 里面就有 初头说的那几种 ALA EPA DHA 比例是怎样呢 每个都有一些不同 其实这三种的成分 是有少少的特质不同的 你出去买的时候 很多时候 这些产品 未必说 比例是一个 很好的比例 很适合你的比例 有些可能 其中一种 相对多了 但是那种 你又未必最需要的 简单说 比如说 有些人本身 已经低密度胆固醇 即坏胆固醇比较高 我们知道DHA 有机会令到LDLC 即低密度胆固醇升高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 低密度胆固醇高了 你吃一个鱼油丸 如果那么巧 DHA比例比较高 那就没那么好 但是你去买的时候 又很难搞清楚 它的剂量 有时也未必说 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普通人来说 就不用打算去 吃鱼丸 其实如果你说想增进 想吸收多些鱼油 那就必须要买鱼 就是鱼丸来吃 最好的来源 或者比较丰富的来源 就是吃鱼 鱼是哪几种 三文鱼 沙甸鱼 吞拿鱼 那些 尽量吃多些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 一般大众来说 基本上都已经很好了 药丸通常是怎样用的呢 通常就会经医生评估过 比如你 一般就是说 如果你有胆固醇高 或者又有那些血脂高 你胆固醇可能吃些 那些药 吃些statin 吃些他丁药 已经控制了 但是血脂高 那你患上 心脏病的风险 也是比较高的那种 那医生可能要看你的情况 就会开些合适剂量的 鱼油药 给你吃 这样 这样就最好了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你说吃的话 真的需要吃 通常医生会告诉你 或者你可以问医生 需不需要吃 吃哪种好 那就最好了 今集就未必够时间讲 因为有些人问过我 现在有些比较fancy 验血脂的方法 就验了 叫做 叫做 Lipoprotein A A型脂蛋白 或者有些叫做 Apro 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就找一次 再讨论一下 这些问题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Youtube的朋友 如果未订阅的话 记住 再按订阅 Meast 按下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